胡在武装赶虎口巴压 伊朗就赶在后面摸老虎的屁股 美国这次真的是要被两面夹击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那么本期节目我们要聊聊美国最近面临的一个窘境 胡在武装让美国在红海丢脸之后 根据环球时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 伊朗最近也对美国下手了 伊朗法院就直接下令 说允许海军没收位于波斯湾的一艘邮轮上 价值约5000万美元的一个美国原油 根据透露这艘邮轮悬挂的是马绍尔群岛的国旗 被美国公司租用 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就被伊朗给扣押了 当时伊朗给出的理由 是这艘被美国公司租用的邮轮 在海上撞船后造势逃逸 那么事到如今伊朗开始没收船上的石油 也说明伊朗和美国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了 那参考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美军这句话 伊朗显然是要把美国往死里去得罪了 而且伊朗这次没收美国石油给出的理由 也是让美国有点坐不住 伊朗法院认为 由于美国的经济制裁 开始导致伊朗境内的皮肤病患者 难以获取到关键的药物 对伊朗患者造成了严重的身体和精神伤害 那么要知道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实际上已经开始对伊朗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了 那这次伊朗是为皮肤病受害者出头 没收美国石油 下一次呢 美国不能排除这是一种可能 那就是美国在伊朗身上施加的任何一项制裁 现在都可以成为伊朗反击的一个利润 那就像美国制裁伊朗不需要伊朗同意一样 伊朗扣押没收美国的石油 同样是不需要美国同意的 就比如说美国之前还重新冻结了伊朗60亿美元的资金 那这一次伊朗才没收美国5000万美元的石油 那这才哪到哪 最有意思的是啊 因为胡塞武装的原因 伊朗现在也算是摸清了美国纸老虎的一个本质 胡塞武装的发言人呢 最近就表示啊 他们又用无人机和导弹 攻击了两艘在红海航行的这个美国海军驱逐舰 而且呢 在美国看来 胡塞武装背后的支持者就是伊朗 所以有些事情啊 现在已经可以直接摆在台面上来说了 美国如果连胡塞武装都搞不定 那就更别指望伊朗会害怕美国了 不过的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美国会被一个胡塞武装给难住了呢 我认为这和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是有关系的 毕竟在俄乌冲突这边呢 美国声称啊 俄罗斯是一个侵略者 就伙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又是制裁 对乌克兰又是各种各样的援助 美其名曰说是为了世界的和平 是在阻止俄罗斯继续犯罪 但是我们知道啊胡塞武装从一开始 就只是针对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 可以说是为了解决巴以冲突的 那么美国非要过来横插一脚 那就让美国好不容易塑造起来的这个和平形象 就直接坍塌了 美国一系列围堵俄罗斯的行为都不成立了 毕竟美国现在干的就与俄罗斯一样的事情 那这会导致美国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对俄罗斯的一个包围圈呢 又因为自己而破裂了 中方的一句话呢其实也很关键 那就是安理会从来没有授权过美英两国 来对野门进行地面的轰炸 那这个呢也就直接撕下了美国的遮羞布啊 美国就是在侵略野门 维护红爱安全稳定有更好的方法 但是美国却选择了最为极端的一种 这就暴露了美国的一个本质 同时呢就导致了美国对胡塞武装放不开手脚 胡塞武装袭击美英船只的时候 以破坏出名的美军现在却要去防御了 就更显得滑稽可笑了 那么伊朗估计也是瞅准了美国现在的这种尴尬处境啊 所以才毫不留情的就出手了 那本期的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大家认为美国会如何来应对来自伊朗的制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